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的身体 用量子力学的话来说 是多少个量子 小光子 组成这个身体 那要算数字 要用亿做单位 几百亿几千亿 造成这么一个身体 就算是假设吧 几千亿几千亿吧 这个小光子 小光子与小光子当中 它合不合目 它彼此能不能寒容 它要不合目不寒容 它不就打架了 它一打架人就生病了 不就这么道理吗 它不会打架的 它永远是和谐的 可是我们会虐待它 它就产生病态 怎么虐待它呢 我们有贪嗔痴慢 就是虐待它 所以主要知道啊 贪嗔痴慢谁受害啊 自己受害啊 我们也遵守 老师的教会 毕竟不识 不但不是上上根 我们连上根都谈不上啊 我想我自己的根性 要是用佛经 这个 决度来衡量 我们的根性是中下根性 不是中上啊 在大臣教理 这么多年 才把这种事情看清楚 看明白了 真是佛 要保佑啊 我们的寿命延长了 有足够的时间 来领悟 有足够的时间 来修行 还得要加长的时候 我们才能征服 从节悟啊 回归到正 这就起作用了 老师的教导 正确 第一天 我向他人家请教 就告诉我 看破放下 明白了 可是怎样呢 看破的读书不够 才看破一分两分 假定是一百分吧 才一分两分 放下呢 也是一分两分 虽然不多 管用 他能帮助你提升 学了五十九年了 现在所看破的 应该有六七分吧 放下也有六七分吧 距离了个一百分 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 我跟大家讲的是真话了 你们觉得 我好像有一点智慧 我放下比你们多一点 我放了六七分 你们是一分都没放 所以我想你们看我是很不错 我往古大的看 我差得很远 我跟他们有相当的距离 现在搞清楚 搞明白了 知道 老师过去叫我放下 放下看破 没有把这个道理 给我讲清楚 实在讲 在那个时候 跟我讲 我也听不懂 那他就白讲 所以这个他是 真有智慧 他能关机 不必讲了 讲了你也不懂 告诉你这个方法 你慢慢去做 你慢慢就懂了 这就是古大德教学的方法 搞明 我们依旧还是比不上 所以一切法 为心所限 一切法为心所限 当然有和荣的道理 和荣就没有障碍 和什么 和母相处啊 荣是包荣啊 寒荣啊 一切法里头 哪里会有障碍呢 可见的 有障碍是不知道 一切法的本质 统统搞清楚了 决定是和母相处 一体 说明一切法是一体 一体哪有不和的道理 哪有不容的道理 就像一个人一样 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的身体 用量子力学的话来说 多少个量子 小光子 组成这个身体 那要算数字 要用亿做单位 几百亿几千亿 造成这么一个身体 就算是假设吧 几千亿几千亿吧 这个小光子 小光子与小光子当中 他和不和母 他彼此能不能寒容 他要不和母 不寒容 他不就打架了 他一打架 人就生病了 不就这么道理吗 他不会打架的 他永远是活血的 可是 我们会虐待他 他就产生病态 怎么虐待他呢 我们有贪嗔痴慢 就是虐待他 谁注意要知道啊 贪嗔痴慢 谁受害啊 自己受害啊 你虐待你的细胞啊 虐待你身体里面的原子电子 你虐待他了 你让他产生变态 产生病毒 啊 所以 世尊跟我们讲 贪嗔痴是三毒 啊 这个三毒 也是余生居来的 啊 《相忠的经》的里面讲 啊 第七诗 第七诗是知诸 第六诗是分别 啊 第七诗 四大烦恼长相随 第七诗什么东西 四样东西组成的 第一个就是摩执 摩执 啊 现在人 执着这个身体生活 错了 头有错误啊 啊 这是摩执 跟着摩执起来的 摩执 摩执 是摩 啊 我慢 我慢是成灰 啊 后面是我吃 你看看 摩执吃 啊 摩执吃 跟我 同时起来的 啊 也就是 宇宙发现的那个时候 我也出现了 跟着我的 这个摩执吃 也出现了 所以 这叫根本烦恼 三读烦恼 一定要知道 啊 所以佛教的我们 要转 摩执 为平等性质 啊 摩执 摩执要是转过来了 无果了 无果 贪承 自己没有了 啊 那是什么呢 我们经体上的平等 啊 平等就先前了 不分别了 啊 这是 转 第六 第六意识 啊 第六意识 善于分别 啊 转第六意识 为妙观察之 啊 妙观察是清净 啊 所以那个一转呢 清净性就先前了 啊 清净平等 这是 阿赖 第八识 啊 转过来的时候 要大 大 大元净之 啊 啊 你看 这是 经体上这三 这三句话 啊 清净 平等者 啊 转第六意识 清净 转第七识 平等 转第八识 觉悟 啊 这个事情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可以练 啊 训练自己 啊 尽量 不知足 啊 啊 培养自己 从这里开始 尽量不要知足 因为执着就是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的因 是执着 啊 四圣法界的因 是分别 从这里下属 啊 这个不执着 佛法里头 有方便 啊 啊 不执着从哪里下属呢 啊 对一切法 人似无 啊 没有控制的念头 啊 控制是执着 没有占有的念头 没有对立的念头 说这三样 这三样是基本功 啊 不可以给人对立 他跟我对立 可以 我不跟他对立 为什么呢 他迷啊 迷了才对立了 觉悟了不对立了 为什么 一提 啊 觉悟了之后 知道他跟我是一提 啊 不对立了 啊 觉悟了之后呢 就没有控制了 啊 控制 很辛苦啊 能不能控制得了 控制不了 啊 控制造业 占有也是造业 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 吃得饱 穿得暖 有个小房子 可以避风雨 可以了 啊 这你就过神心生活 啊 你没有任何压力 啊 身心 清安 自在 以道相应 道是什么 道是自信 就是自信 相应啊 啊 释迦牟尼佛过的这个生活 那就是最好的榜样 啊 他给我们实现 我们要能够啊 体会得 啊 所以这一句 我们讲的这么多 都是这一句话 诸法之奔运 我一字 如来藏心 缘起的差别法 啊 这是讲 宇宙 法界 是法界 一真状严 啊 如来藏心 缘起的差别法 如来藏心 如来 啊 如来藏 是真的 真心 啊 缘起是阿赖耶 啊 这一句话 包括了 真光活活的阿赖耶 啊 啊 其 是生起 现起 许法界的 一真状严 啊 就差别 啊 所以 它是同一个缘起 许法界一真状严 同一个缘起 同一个缘起 当然 是活目的 啊 我们今天不和 不和什么缘 迷了 迷了 迷了就有自私 啊 把这个身当作苦 啊 把这个起心动念 当作苦 忘心当作苦 啊 外国哲学家 说 我思 故我在 这是把什么当作我呢 算是不错了 他不把身当作我了 啊 他把他能思想的当作苦 那个能思想的是什么 第六意识 啊 还是没有找到啊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佛 阿 你 佛 佛 佛